地宝来当家 上下一把搭 舒华来当家 不比阿智差 各位好 欢迎准点收看我们的地宝当家 我是代班主播 舒华 好 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有哪些精彩看点 小地宝来说尽是 从小保护不用治 退休生活好精彩 双人舞蹈争不赖 紫苏黄善鲜又香 大厨手艺响当当 萌萌 你这个眼镜度数怎么样 视力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但是我看你这眼睛不行吧 密细眼 看出来了 我呢 八百度的近视 今天眼睛特别不舒服 所以就没戴隐形眼镜 就咱俩这个距离我都看不太清楚你 我觉得吧 偶尔不戴也没啥的 而且是吧 人与人距离不要那么近 可以看出朦胧美 不不不不 不 这个还挺麻烦的 你像我来的路上碰到一个蛮久没见的朋友 居然在路上碰到了 是吧 我一边笑 一边喊人名字 一边小宝过去跟他打招呼 走到眼前才发现认错人了 哎呀 那叫一个尴尬呀 哇 那真的是大些的尴尬 那你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 赶紧说明情况呗 你说这视力不好 多麻烦啊 好 拿照片准备开机 三 二 一 开始 哎 看 你怎么回事啊 您怎么不说话啊 啊 导演 不好意思 今天出份希望就戴眼镜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地宝脚牙膏 我是地宝小咖张艺 近视是种什么体验 我来告诉你 近视野的世界 两米开外 自带美图功能 五米开外 五官模糊不清 十米开外 抵弱蹲姿 人畜不分 近视的痛苦 只有戴着眼睛的人才知道 尤其在这么肉的夏天 没有眼镜 我连蚊子都打破过 哇 不敢洗蚊子 找蚊子 找蚊子 我打死 你这样啊 本来就招蚊子的我 又没有眼镜 最终费筋的浑身上下都是猫 整个人都肿了一圈 这还不是最残忍的 要知道 作为一档脱脱修的主持人 大小我也是一个小迷人 最怕的就是尴尬 偏偏 偏偏 因为近视野 老是在大街上认错人 嗨 嗨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雨一早就到了吧 没有啊 我才刚到 我们都会去吃烤鱼吧 我好久没有吃了 好 我也停就没事了 所以各位朋友们 如果在大街上一面走来 我没有主动跟你们打招呼 请不要怨我 因为没有眼镜的我 整个世界都是蘑菇的 你不走到我跟前来 我是根本认不出你们的 别说你们了 我连我爸妈都认不出 同样的 近视野也会影响我们的审美 因为在近视野的眼中 这个世界基本是自带滤镜小龙 什么作文啊 痘痘啊 统统给你一件磨皮 最后只剩下一张美美的轮廓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赵老师的课 你不觉得赵老师很帅吗 帅 哪里帅了 他声音很好听 人长得一定不会差 感情你是指精神也不看你 我近视一千多多 摘下眼睛什么都看不清 但是我却不喜欢这种老师的 而对于学生来说 近视也是影响学习的 因为近视带来的最大困扰就是 看不清黑吧 看 怎么了 老师笔记擦得太快了 我还没看清楚擦就擦了 你是近视野猫 我见你擦 真的吗 谢谢 中国已经是 迷父其实的看不清大国 近视人数全球第一 近视不是一种病 但近视起来真的很可怜 近视之后 眼睛从此多了一个姐妹 叫眼镜 她们的关系大概就是 近身近视永不分离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一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不要等到近视之后才追回墨基 看完这些我释然了 我觉得我认错人还不算特别尴尬 尴尬事还有这么多呢 对不对 是的 主要是看不清人 这个多尴尬呀 别光说人看不清了 那你这个工作学习可不得都耽误了吗 所以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们在用眼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距离 还有 现在已经是暑假了 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用眼睛盯着电子产品 你说如果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好好保护我的眼睛 对 好了 接下来我们听小端广告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说到退休啊 可不能每天沉浸在家务市当中 一定要劳逸结合 出去找找同龄人 找找乐子 要是你不知道去哪儿找 就看我们地方当家吧 不要怀疑 眼前这活力四射的两位舞者 就是我们今天退休好生活的主角啦 节目开始前 大家不妨猜猜看 他们俩的年纪究竟多大呢 别着急 咱们这就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首先来欢迎一下 在我身旁的这位叔叔阿姨 你好 我是熊 熊娟淮 哇 这嗓门特别的亮啊 来 阿姨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叫公公公主是你 怎么样 两位叔叔阿姨的年纪 大家没看出来吧 其实两人是一对夫妻 结婚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说起他们俩 那绝对是南昌老年舞蹈界的一对名人 我啊 在南昌市 这个 在广东这一块 当过会长 这个旗下有几百个团队 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啊 都在一起 抱团集团 整个各种活动 所以我也是这样 我体力修在人民公园 爱好跳舞 后来粉丝业的也多 所以我自己组建了 就是成立了一个 人民公园快乐一战 我们经历将近一百九十六个人 我平常的学生都有八九十个 就是平常不断的 就在我们那里练舞的 变得我 也像我的粉丝吧 哇 那叔叔您这么多粉丝阿姨 会吃醋吗 不会 都是英语啊 接缘 都是英语 喜欢跳舞再走的一起来 广场舞大家肯定不陌生 不过这跳舞的通常都是女性朋友 男性就十分罕见了 不知道这位熊老师 怎么会接触到跳舞的呢 我想爱我这个 年来呢 人家有人说我不行 我这个人性格就很倔强的 我说不行我非要行 世事经名我还真行 年来是成练 在人民公园成练 但后来低修以后 粉丝业的也多 跟他们玩的也多 偶像包袱呀 对不对 我这么多粉丝 我必须越跳越好 在一起 那您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跳舞给你们两个的生活啊 包括这个健康方面 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是啊 你看我 还七次的人像嘛 我说不像 经济神度好 所以我家夫人呢 他说他也五十多岁 对不对 发六十的人 我和人家也说他不像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跳舞 两个人都提修了 大家在一起感情更融洽了 年一时年一生活更丰富了 夫妻俩携手跳舞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彼此之间默契十足 携手拿过不少双人舞奖项 今天现场 我们让两位老师 给咱们摆几个高难度的pose吧 用熊老师的话来说 舞蹈改变了他和妻子的退休生活 两人平常不是自己排练舞蹈 就是教别人跳舞 生活充实有意义 不仅仅收获了健康 而且也融洽了夫妻感情 跳舞呢就是对我们两人 因为两个孩子不在身边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呢 就是如果不跳舞 就会觉得 没什么话谈的是不是 但是跳了舞啊 就觉得太忙了 就忙了根本 连吵架的时间都没有 没有 没有其他的就是吵架的时间啊 因为生活琐事啊 没有什么 还有就是什么呢 跳舞我感觉身体好多了 原来我上班的时候 身体很娇的 所以说大家 你现在身体好多了 真的是这样 就对身心健康都有很大的好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退休在家 一向学习双人舞 不妨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加入我们 我们在地宝当家等着你 都说好事成双 你看这跳舞啊 也是双人舞更加精彩 对吧 叔叔阿姨两夫妻啊 跳舞是跳了二十多年了 还带了很多的学生 你看这样的退休生活 是不是就过得蛮精彩呢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 那就是 您家里多余的水泥 咱们可以把它 好好利用利用 观众朋友们 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家有迷集时间了 那么平时呀 咱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 都会剩一些水泥 这个水泥有什么妙用呢 今天呀 小心和大家分享一个用水泥制作的花盆 我们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这个水泥 还要准备两个大小不同的这个塑料瓶 要求呢 是一个可以套在另外一个里边 这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为我们这个水泥花盆呀 制作一个模具 首先呢 我们找来这个大号的塑料瓶 选取好我们这个模具的大小程度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塑料瓶割开 我们找来这个塑料瓶的瓶盖 然后在瓶盖上呢 点上一点热熔胶 把它粘在我们这个 模具的底部的中心位置 为了一会儿我们这个水泥花瓶呢 容易脱模 我们在模具内部呢 抹上凡士林 接着呢 咱们活水泥 下一步呢 我们把水泥呀 倒在我们这个模具当中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水泥呢 倒在这个瓶盖的位置 接着呢 我们把那个小瓶子呀 拿过来放到里边 与我们底下那个瓶盖呢接触 然后呢 我们在两个瓶子的缝隙处填上水泥 水泥填满 保证没有缝隙和气孔以后呀 咱们在小瓶内呢 装水 加大它的重量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模具呀 放在阴凉通风处呢 放置一天的时间 等待水泥彻底的干燥 经过一天的时间 我们这个水泥呀 已经完全的凝固了 我们现在呢 要把模具打开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花盆拿出来 好了 经过一天的等待呀 咱们这个水泥花盆呢 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呀 我们找来沙纸呢 把它在这个上面的边缘处呀 打磨一下 我们做到精益求精 废个利用 用水泥呢 制作一些这样的小花盆 我们可以养一些多肉植物 最为合适了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加油秘籍 您学会了吗 如果说家里要装修的话呢 那肯定是要买水泥的 而水泥这种东西呀 也算不到用的正正好的 一定会多一点点下来 你要说扔了吧 怪可惜的 所以呢 咱们用它来做一下小花盆 哎 这个效果就非常的不错 仔细一瞧瞧 它有点工业风的时尚 对不对 怎么样 那您是不是正在估摸着 家里的圣水泥放哪了呢 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小动广告 稍后见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我发现啊 我来了南昌之后啊 对这边的口味是适应的特别快的 可能因为我是湖南人 所以对一些重口味 包括辣牙这些都能接受 尤其是南昌的黄扇 我觉得烧的特别好 这跟我们湖南那边的做法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那边烧黄扇呢 是要放很多辣椒 而南昌这边啊 是要突出黄扇的鲜嫩 至于怎么去把黄扇做到鲜嫩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大厨了 大家好 又来到了我们美味家常菜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 南昌市的球家厂社区 据说阿姨呢 都已经做得整整齐齐啊 等这个刘大厨来教大家做菜了 今天我们要烧一道菜 黄扇 WBC哥哥王线吧 王线啊 王线一两种啊 嗯 超圣灯啊 超圣面啊 超圣面啊 哦哟 尊业啊 懂不 圣面是这样的 嗯 就有的那有啥 那王线洗个人水 嗯 没个时间呢 就留在个穴道里呢 超圣 哦 不要有洗 嗯 个圣灯 跟圣面 都是用的 弄个时间 要拿炒料了 台船只剩穹了 那油就爆了 那隔着是油 红烧就变了 嗯 那里有酒 啊 对对对 看你拿炒油 拿炒一炒 红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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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位大姐啊 她这个烧黄扇 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哈 那今天我们的刘大厨 她会怎么来烧这个黄扇呢 一起来看一下需要一些怎样的原材料 紫烧扇片需要的原材料有 生姜 大蒜 小米椒 红辣椒 黄共椒 黄扇 莴笋 紫酥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烧这个黄扇了哈 让我们球鞋场社区的这个居民啊 烧黄扇都好不一烧啊 那今天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方法里 这样用的是紫树 哦紫树叶 紫树叶烧这个 好 那味道是不一样的 紫树呢一般就是富兰的 嗯 有些富兰有些小顺便种 他们喜欢这个紫树 嗯 烧鱼 烧扇片烧鱼 这种特有的香味哈 对对对 好 第一步往锅里倒些水 并且加点盐和油 稍微加热之后将锅笋 下锅水煮一下 然后沥水备用 再起油锅将扇片下锅爆炒 刘大厨说 黄扇爆炒能保住它的鲜味 水煮的话鲜味就会大大折扣 我看这个黄扇哈 它在下锅之前哈 这个黄扇上面还是有些血的 对 有血的话它炒出来就更会 它好吃一些 黄扇把它洗得太干净了就不好吃了 接下来把生姜大蒜倒入锅中一同爆炒 再放小米椒 黄灯笼椒 红辣椒 然后倒点生抽 好烧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要加点水了 用水呢就要用这个润田最寒稀的矿泉水啊 用这个水呢烧出来的就更好吃了 放点蚝油 老抽 再倒些啤酒去腥 接下来调味儿 一点盐 鸡精 白糖 十三香 胡椒粉和醋 挖出来 把紫色放进去 然后把紫色放进去 倒进去之后就发现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 有紫色的香味就出来了 好 然后再把它倒在之前的窩子汁上面 这盘紫苏烧扇片就做好了 赶紧让社区的居民们来尝尝吧 好吃 味道是蛮好吃的 我们乡下来可能煮不出这种味道 他们筋刃爽脚也不咸 是我们最理想的菜 这很好吃 很好吃 哎呀 哥哥 紫苏烧扇片 所以我呢真的是好喜欢你 要一家闻了 是注意的吗 注意就是扇片呢 我们塞的油呢就是不要吸太多了 有留着扇片 没关系 也吸 拿材质油就包 包的油呢就拿个姜王酒 这样的东西 是 几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放到一个紫苏 紫苏呢就是个特别取向的 有效能 而且它有 它多小孩的地年纪特别好 稍微放紫苏去麻草就有请过了 对对对就有请过了 好 紫苏烧三遍 来干净 好 原来是放了紫苏啊 这紫苏虽然不是我们传统的香料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喜欢烧菜的朋友不用到它 所以呢 便是今天的年 下次也可以尝试一下放紫苏 好 那么今天这道菜烧好之后 要送给谁来品尝一下呢 接下来我们去送菜吧 大家好 我叫张农莲 今天希望地宝当家 送道菜给我妈妈吃 大家好 我是琪琪 又到了今天的送菜环节 那么刚刚大厨烧出来的扇片已经在其手上了 这闻着就非常的香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下饭 那咱们今天这道菜呢 是小张姐姐要送给她的婆子的 我们现在去替她送菜了 走吧 张姐姐 好 奶奶在这家吗 好 我们进来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小张姐姐家 那么咱们今天这道菜呢 是小张姐姐要送给婆子的 是不是 阿姨贵姓 张姐 陈阿姨 陈阿姨今年多大年纪了 84 84 那我可以叫陈奶奶了 姐姐先吃酱好不好 我们在今天的聊天之前 我们先品尝一下 因为刚刚出锅的 来 好吃吗 好吃 好吃啊 平时家里面是谁做饭 我妈做饭 奶奶做饭 奶奶平时烧这个扇鱼怎么烧啊 我就是光烧 也是这样烧吗 嗯 您在家自己放也是放这种紫苏吗 嗯 也会放 看得出来你是大厨 问一下今天 姐姐为什么要送菜给婆子吃呢 因为我们的女孩过一辈子 为我为女 炒劳了一辈子 因为我们的 可以干净呢 炒劳一辈子 给我带新孩子 所以我在族人 直接祝食 就是 哦 等于是您平时出于上班 然后所有的后勤工作 全部都是 由奶奶来保障的 是不是 那奶奶最高峰要带几个小孩 两个吧 就是一个人同时带两个 啊 还有路法 洗衣服 有人说婆媳之间最安全的关系 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 这在我们今天的这组家庭里 是不成立的 张女士和婆婆相处几十年 从来没有闹过矛盾 一直和和气息 因为我跟我的女孩 也上下了 将近快三十来年 上下三十岁 跟女孩过关系 是相处了三十多年 没有 将近快三十年 二十八年吧 那平时呢 就是她也对你很好吧 挺好 她对你多好 床上的被子 有时候我们上班来不赢了 衣服的 小孩的衣服 我的衣服 有时候她儿子的衣服 都会帮我们洗 全是她帮你弄的 这个脖子真的好好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 她就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 互相有不开心的说 什么的 很少 基本没有 互相提 互相没有 就是互相理解 是不是 奶奶 你觉得这个媳妇好不好 就是她做的哪一点 让你觉得最满意的 海风 各方面做您都好 都好 那你会有 比如说她做一些事情 你不开心吗 没有 不开心 我晚用去 我的心目都不笑 这样 一会儿你没有习惯的 我心目不笑 我也感谢 你也感谢 就是两个人直来直去是不是 所以姐姐你觉得 这个跟婆子之间相处 最重要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互相理解 包容 反正有啥事 不用转到心里去 直接说 就有啥事不能转到 转到心眼去 要转牛脚间 是不是 有人说最难相处的关系 便是婆媳关系 其实只要婆媳相处的好 一家人便更能其乐融融 即使两个家庭环境不同 理念不同 但是只要心往一处想 力朝一处始 还有什么关系是处不好的呢 定日机前的您 有什么愿望 希望我们美食爱心地 替您实现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我们尽力提名完成 都说婆媳难处 其实相互之间 你关心我一点 我也都关心你一点 这有来有往就挺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广告 好的 各位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是代办主博树华 关注手机江西台APP 就能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每天下午的五点半 地宝当家 在这儿等着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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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饭酒 西楼呢 你家你家啊 这个你也好玩不呢 这要饭呢 你不敢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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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别人 你就要好近 我不是有学 我也不是做别人 所以我要做两个有作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